前几天我阅读了一则新闻是关于斯里兰卡经济危机的 当时的斯里兰卡总理威克·瑞米辛赫向全国警告 斯里兰卡的燃油储备只剩下一天的用量了 无奈的是,威克·瑞米辛赫才刚在12日上任成为斯里兰卡的新总理 才过没几天就必须向全国发布这样的坏消息了 但说威克·瑞米辛赫是新总理也不太对 因为这一次是他第四次出任斯里兰卡总理了 听起来很乱,我知道 那就先别管这些细节了 简单一点说,威克·瑞米辛赫在斯里兰卡也是一名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就是了 老实说,斯里兰卡出现经济危机也不是第一天的事情了 可是可以严重到这一个地步,那就真的很严重了 就好像如果我出现经济危机的话 再意识到危机出现的初期 我绝对会早早就尽一切的努力去找钱去解决这个问题了 绝不会让自己的口袋只剩下最后一块钱 而斯里兰卡目前看来就像是口袋只剩下最后一块钱了 但是斯里兰卡终究是个国家 他还有一招最糟糕的绝招可以使用 那就是印钞票 而斯里兰卡政府还真的决定这么做 他们大量印钞票来发放公务员的薪水和支付燃料费用 但是呢,只要有一点经济尝试的人都知道 这绝招只是可以用来溢解燃眉之急啊 过后斯里兰卡面对的问题将会更糟糕 而大量印钞票啊 基本上也是在预告斯里兰卡的纸币 也就是卢比将会大幅贬值 国内的通胀将会被推高 总之呢,斯里兰卡今天正在经历 他自1948年脱离英国独立以来啊 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而这也引发了斯里兰卡人的愤怒 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政府 其实呢,斯里兰卡人啊 从4月初就开始走上街头抗议了 抗议规模从首都克伦坡不断扩大 蔓延到斯里兰卡全国 而斯里兰卡的食品价格啊 更是从去年年底就开始不断上涨了 到了今天,斯里兰卡的食品价格啊 已经涨了30%啊 不少人连三餐都不能温饱啊 除了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之外啊 斯里兰卡的医疗系统也要崩溃了 药品呢,更是缺乏 嗯,好好的一个国家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斯里兰卡 尼足深陷于这个经济危机里面呢 在过去的两年啊 凡是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啊 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理由 那就是疫情了 斯里兰卡的前总理 拉贾·帕克萨也不例外 他把一切啊,都归咎于疫情 他说,因为疫情的出现啊 扼杀了斯里兰卡的旅游业 因为啊,旅游业是斯里兰卡 最大的外汇收入来源之一啊 拉贾·帕克萨也把危机的原因 归咎于疫情爆发前 发生一系列针对国内教堂的炸弹袭击 这一切都让斯里兰卡的旅游业啊 大受打击 当然啦,这些都只是拉贾·帕克萨的说法而已啦 根据经济专家的说法呢 又是另外一回事啦 经济专家认为啊 斯里兰卡政府对经济管理不善 才是导致这一次危机的主要原因啊 而拉贾·帕克萨管理最为不善的 就是用人为亲,非常亲的那一种啊 他任命他弟弟当总统和国防部长 哥哥呢,当水资源部长 另一个弟弟当财政部长 大儿子当体育部长 整个家族啊,遍布斯里兰卡的内阁啊 我想只是说这一点啊 就足以说明拉贾·帕克萨的管理是有多不善啊 而当中涉及的贪污腐败就更不需要多说啦 所以呢,这集节目啊 其实说到这里也可以结束啦 但是呢,由于节目时间太短,很难看 所以呢,我就把其他的原因凑合讲一讲 斯里兰卡在过去经历过一场长达26年的内战 从1983年达到2009年 关于这一场内战啊,我就不多说了 但在内战结束之后呢 斯里兰卡选择了更关注国内的市场 而不是国外的市场出口 斯里兰卡这决定啊 让自身的出口收入偏低 但同一时间呢,又必须大量进口需要的物资 导致进口支出啊,一直在增长 到了今天呢,斯里兰卡的进口比出口啊 多出30亿美金啊 也就是花的比赚的多的意思啦 虽然30亿美金啊,听起来很多 但是以一个国家的规模来看呢 呃,这不算多啦 可是啊,斯里兰卡的外汇储备 截至2019年底,也就只有76亿美金 到了2020年3月 斯里兰卡外汇只有19亿美金左右而已啊 而且呢,大部分的储备还是无法使用的 只有5000万美金啊 可以供国家支配使用 呃,只有5000万美金 但却需要30亿美金进口需要的物资 哇哦,这一场的经济危机啊 应该不难理解了吧 呃,不过呢,国家都没钱了 英明的拉甲帕克萨 依然是钱财如粪土啊 在2019年 他决定进行大幅减税 这也没什么啦 就国家更没有钱来购买外汇而已 哼,影响不大 以后的事啊,以后再说 而三年后的今天呢 就是当初的以后的事了 在拉甲帕克萨下台之前呢 他就承认啊 当初减税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因为减税啊 政府损失超过14亿美金的收入 其实说到这里啊 节目真的可以结束了 但是呢 拉甲帕克萨还有更多的稍操作啊 让我不得不继续说下去啊 在2021年初 斯里兰卡已经面临着货币短缺的大问题 而当时政府的解决方法 居然是禁止化肥进口 然后呢 要农民使用有机肥料 政府以为这样做啊 可以阻止外汇流出 但最后呢 却导致了全国大面积的农作物欠收 农作物欠收啊 就代表国内的粮食不够啦 最后呢 还是要从外国购买粮食 结果啊 该花的钱还是要花 而且还花多了 直接造成国家的外汇啊 更加短缺 而当时的化肥禁令啊 除了导致农作物欠收之外呢 也影响了茶叶和橡胶的生产 导致啊 出口面临损失 嗯 这真是啊 省下一块钱啊 却多花十块钱的概念啊 嗯 但这也没办法啦 国家没钱 赚也赚不多 这样的情况下 该省的还是要省啦 所以呢 斯里兰卡政府啊 禁止了一些非必需品的进口 例如汽车啊 鞋子啊 甚至是某些种类的食物啊 也不让进口 斯里兰卡还为了出口收入啊 拒绝让卢比贬值 但是呢 该贬的还是会贬的 撑不了多久 所以呢 卢比在今年三月 对美金汇率啊 就贬了超过30%啊 这也意味着 斯里兰卡通过进口赚到的钱啊 就更少了 另一个引起斯里兰卡人名愿的是 呃 是 呃 是中国 我不敢说太大声了 怕被人出征 你懂的 内战结束后啊 斯里兰卡前后向中国借了超过50亿美金的中国贷款 来起基建啊 还有设施 呃 这当然也和立场亲北京的拉甲帕克萨有关了 2010年代啊 是中国一带一路的年代 而斯里兰卡呢 就是一带一路倡议里面啊 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因为啊 它的地理位置很重要 它有东方十字路口的美名啊 而中国呢 也帮斯里兰卡建了不少港口啊 公路啊 电厂等等 这让斯里兰卡欠下不少巨额的债务啊 而不少新建的基础设施 其实很多都是不必要的 而本来赚钱能力啊 就不算太好的斯里兰卡 随后呢 也因为身陷债务危机啊 不得不靠抛售资产来还债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斯里兰卡因为无力还债啊 不得不在2017年 把位于斯里兰卡东南部的港口 汉班托塔港 移交给中国99年 当时的斯里兰卡人啊 还因为这个事情上街示威呢 尽管如此呢 在疫情的影响之下 拉贾帕克萨依然向中国寻求更多的贷款啊 即使国内的经济危机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而早些时候 斯里兰卡也有一笔高达69亿美金的外债到齐了 一如既往的 斯里兰卡又在向中国这位大哥借钱了 以及要求重组到齐的债务支付 嗯 但是呢 不懂为什么啊 中国这一次好像不太鸟斯里兰卡了 不会是中国也要省着用钱了吧 不可林 我不信 没办法之下呢 斯里兰卡只好在4月的时候啊 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也就是IMF求助了 这反而引起了中国的不满啊 中国认为 斯里兰卡这举动啊 是在选择违约 嗯 这整件事情啊 简单一点说就是 做生意的不看自己的能力 做债主的又不看借债人做生意的能力 结果呢 就就就这样咯 这样的意思啊 就是斯里兰卡终于宣布 无力还债了 斯里兰卡在5月18日啊 本来有一笔到齐的7800万美金 外债利息要支付 但是呢 斯里兰卡支付不了了 这是斯里兰卡史上啊 第一次到债 也是这世纪亚太地区 第一个主权债务违约的国家 7800万美金啊 只是利息 而斯里兰卡欠下的外债啊 已经积累到510亿美金了 只是今年 斯里兰卡就要偿还70亿美金 未来几年要偿还的数目啊 也大概是这个数目了 现在的斯里兰卡呢 急需一笔30亿美金的紧急贷款啊 用来支付燃料啊 等等的必需品 目前世界银行同意借出6亿美金 印度呢 也同意融资19亿美金 另送6.5万吨肥料 40万吨燃料 以及医疗补给斯里兰卡 真正的两岸一家亲啊 而不是趁这时候把战机飞过去 威胁要入侵或占领斯里兰卡 没有别的意思 别想太多 而IMF基本上也愿意援助斯里兰卡了 但是呢 条件是 斯里兰卡政府必须提高利率和税收 虽然这会提高斯里兰卡的生活成本 导致危机更严重 但如果你本身啊 没有找钱的能力 谁会借钱给你呢 哦 对吧 这世界啊 没几个国家像中国那么大方的 而比起提高斯里兰卡的赚钱和还款能力啊 中国更倾向于向斯里兰卡提供借薪还救 也就是借薪钱还救债的解决方案 来解决斯里兰卡的现有债务 嗯 我相信啊 这绝对不是什么所谓的债务陷阱了 不过呢 如果中国再不做些什么的话 小心斯里兰卡又倾西方去楼 到时候啊 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啊 好啦 说到这里啊 时间差不多咯 节目真的可以结束了 什么都略懂一点 生活更精彩一些 我们下一集再见 有请了 感谢观看